要如何吃出食物原本的味道 有一家餐饮集团在左营新上国小举办了味觉教育 让小朋友辨别酸甜苦咸鲜五种基本的味觉 并且DIY制作健康风味的小汉堡 来体会吃有机吃在地也吃原味的食材 希望达到营养健康美味和友善环境的目的 味觉教室里行农礼法县 让同学们试吃他种的有机蔬菜 虽然苦苦涩涩的 但这才是他们原本的味道 也是对身体健康有益的味道 有一点点不好吃 可是才是食物的原味啊 你可以接受这样子的原味吗 可以 苦苦刺激的 就是 对 今天我们在吃它的黄色的果肉 有没有 感觉什么酸酸的对不对 食物不只有苦味 同学们还尝试五种食材 体验酸甜苦咸鲜五种基本味觉 在一起动手做健康风味的小汉堡 把各种食材搭配起来一起吃 不用过度调味就是一道美味佳肴 姜黄是苦的 荆棘很酸 黑糖是甜的 所以你最喜欢哪一种口味 蛤蜊 蛤蜊比较鲜 对 你觉得吃东西要怎么样 都要平均 不能太多或太少 现场火晓在校园内推动食农教育多年 而这一家餐饮集团也是第九次举办味觉教育活动 今年以安心之食家为题 鼓励小朋友多吃有机在地和原味的食材最安心 最原始的一个味道让孩子们去体验跟品尝 那进一步他们再去做成一些料理 他们会知道食物最原始的味道 一直到料理之后 它的更进化的一个味道是怎么样 我们被太多的种口味的东西所影响 所以小孩子的味觉跟味蕾都受到影响 那我们已经做了九年 那确实也影响了到全国里边 很多的地方开始在做味觉的教育 偏食挑食都是小朋友饮食的坏毛病 喜欢太甜太咸太油的食物 透过味觉和食农教育 鼓励小朋友多吃原味食物 才是对自己和大环境最友善的方式 味觉下一赞 记者张盛民赖昌帮高雄报道